OK,大家好,那么我们继续接着昨天我们所讲的这样一个UML图形 昨天我们讲解了用力图和状态图,但是状态图最后我给大家下去,让大家去练习 那么这里再给大家收一点尾,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同学练习出来的这样一个图形是什么样子 我把它放大一点 我们说去描述,用状态图去描述面包进烤箱的这样一个过程状态 那么这是个起点,它的这个Enter,这个是什么? 待烤,然后放入烤箱和正在烤,以及弹出 那么这个画法的话,实际上我们还记得大致的这个画的感觉好像是对的 但如果我们仔细来读一下,好像还是有一些偏差 为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这个世界,你没有给它画清楚的时候,什么世界触发了这样一个状态 第二,这个状态里面的这些Action,不要乱用 特别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容易混淆 会容易混淆 第三,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你这个状态并不一定是面包本身的一个状态 面包的状态应该是什么呢? 发酵,发酵完成 然后正在烘烤 但正在烘烤又有什么呢? 烤好,烤熟,对不对? 烤熟了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所以,实际上我们可能更多的想去描述这样一个状态 那当然如果按照,你要按照它放入这个烤箱的这个过程 放入烤箱的这个过程 来管理它的这个状态 当然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图 最基本的应该怎么样来画 我们画一下一个面包 放入烤箱的整个过程的状态 我在这添加一个状态度 State chart diagram 起点 终点 状态一 发酵 发酵中 或者用刚刚你所说的 代烤中 这也可以哈 然后呢 第二个状态 按照我们刚刚那个话法 叫什么 放入微波炉是吧 你刚刚写的是放入 那么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我倒觉得 我们更正一下 我们想象一下 你实际上 你是想把它标定各种状态 对不对 那么标定到放入微波炉的 和拿出微波炉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从我们描述对象来说 当然这样也没错 也没错 但是更好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放入微波炉才是真正的代考 代考中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把它删掉一下 然后打开开关之后 它就开始烘烤 烘烤中 烘烤中 烤之完成 最后 如果你要描述 就是拿出微波炉是吧 但是这个的话 其实我说了 我现在描述 我主要就描述 它的一个状态就行了 我不是很关心其他的 那我来看一下 这个状态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画它 首先发酵 这里头会不会有一些事件呢 就我们在发酵过程中 它可能会有一些 发酵的 这样的一个入口的 一个事件的出发 对不对 那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导致了它的一个发酵呢 比方说 比方说 什么 加水 和面 就这样写一下 代考中 我就直接这样写了 放入微波炉 然后在烘烤中 烘烤中 怎么来做到呢 打开 开关 红制完成 红制完成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时间的 是一个time相关的一文 烘烤 30分钟 比方做 那么这个我们手画 它就不存在这么多特点 对不对 只需要把这个线给 标注清楚就行 OK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 一个画法 我把这些硅 画工程一点 把线条画工程一点 OK 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 那个画法 当然在这个地方 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呢 内部的action 包括它的入口action 和出口的action 对不对 那么 比方说 烘烤中 到烘烤完成 那么 我烘烤完成了之后 我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去定义我的action了 我定义一个出口action 叫什么呢 拿出微波炉 这样能去体会action和event的一个区别吧 就是这个就表示 烘烤完成了过后 它的完成之后的一个结束动作 是拿出微波炉 这个能理解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最最简单的 这样一个蛋糕烘烤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 我们看一下 全部选中 我们把它全部选中 Ctrl加C 看能不能烤到这个里头 烤进来了 看这是个图片 所以以后像这种 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到这个制图的一些内容 好 那么至此 至此我们的状态图就给大家描述清楚了 那么状态的话 它是用来描述我们一个对象的这个状态的改变 这个要非常清楚 对吧 那么下面 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二张特别重要的图 也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张图 第三张图叫什么呢 叫Sequence Diagram 时序图 那么何谓时序图呢 描述一个时间段的 不同角色之间的业务情况 叫时序图 我们常常用它来画一个流程 那么这个地方注意 我先拍个问题 时序图和我们后面有一张图 叫协作图 也就是Collaboration Diagram 它们之间是同语意的 它们之间有很强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两张图 只要求你掌握一张图就行了 我们又可以减少一张图了 这两张图 我们只要求掌握一张图 哪张图呢 我个人建议掌握时序图就可以了 画出时序图 协作作业就有了 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看一下时序图 在我们Star 约没有里面的一个体现 我就同样的 我们在这里去建一个时序图 把它放到什么 放到我们的分析时序里面吧 Sequence Diagram 这是它的一个对象 各种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Object 表示 时序的对象 就是你 我们说了 时序是描述几个对象 跟时间顺序有关的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All To 这个不就是那几个对象吗 对吧 第二 这条线 这条线叫什么呢 对象消息的传递 其实这个跟我们association 是不是一样的 又是一个实行线 association和字要谱 我们对比上一张图 这两个 还有自我消息传递 我们一看到它们 其实就是消息传递 和自我消息传递 跟我们上一张 我们的状态图很类似 那么这儿 是我们的一个组合碎片 组合碎片是用来干嘛的呢 其实就是分块的 把我们 有点像我们以前的 那个系统边界 也是用来分块的 分成一段一段的 交互操作 交互操作 是一种 是把我们的 按照时间顺序 去给它去分段分段 这个后面我们会演示到 frame 框架 也是用来分段的 我们组合碎片 就是一个特殊的框架 你看 这三个其实都很有关系 它实际上就是它的 一个特殊情况 你看我们这一图 就很容易理解了 那么 那么这个图啊 怎么画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时序 还是照旧 我们拿这个demo 来看一下 与时间顺序相关的 对象 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时序图 一个典型的时序图 那么 这个就是谁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对象 object 我在这里给大家放一下 只不过它是对象的一个 我说了actor也是一个对象 你看 正常情况下 对象是应该这样子来画的 看到没有 然后我在这给它加上这样一个名字 能明白吧 正常情况下 它是这样子来画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 那么横向的表示 我们都知道 这就是我们各个关系 要沿着它们关系之间的这个对象列表 这就是横向表示 纵向表示是什么呢 这是不是有个虚线啊 这个虚线实际上是一个轴 这个轴是什么轴呢 是时间轴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既然叫时序图 甚至既然叫顺序图 也就是说它是从上往下 跟时间有关系的这样一个轴 那么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就知道 那它们一定是有先后顺序 事实上也是如此 我们在这里画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 这个就是第二步 第三步 第六步 第五步 第四步 而且你会看到什么呢 它的步骤 一定是按照时间关系 从上往下地震的 知道为什么它是时序图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翻成语义 就是商品请购者 提出请购申请 像谁提出啊 像这个人 商请购单的录入者提出 那么然后呢 就录入请购单 谁录入啊 是请购单录入者 他自己录入 看到没有 这是个自我消息传递 然后 他会向我们的请购单的 审核者 去传递一个消息 申请 申请审核 那么这个审核者 会反馈给我们一个消息 虚线返回 这个方式表示什么呢 它的请求是同步的 能理解吧 他们配对的 你看到 实现表示过去 虚线表示return 回来 那你看 这叫return message 这个叫object message 不用记 因为我们的star UML也有这些线 也有这些线 这些线都是我们UML定义的 同样 我再往下走 包括 自己再次录入 询价单 再发请求 得到返回 再去请求 再录入 这还可以用注释 再去请求 再返回 再去请求 再录入 再审核 再返回 最后一步 再一个一个返回 你看到没有 跟随时间 从他 再返回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时序图 是不是很容易去理解 那好 我们把这些对象 在我们的study mail里面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首先是object 那么在这里 给object 给它起 起个名字 比方说 我们要看刚才 我们的微波炉 和我们的烤箱吧 和我们的面包的一个关系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放谁啊 面包 再放谁啊 微波炉 OK 那么他们的一个关系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这就是他们的歌字了 这就是他们歌字了 然后在这里注意一点 就是 我的这种写法 实际上 我是可以给他去指定 他的一个类的 我是可以指定 他的一个类的 比方说 我们有一个类叫bread 你看到 他的这个写法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 我们分析的这个对象 是bread的一个实例 有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 我刚才的那个 时序图吧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 方式 还记得了 刚才我用的那个 对吧 那就表示什么 后边是一个类 前面是一个实例 只要以冒号分隔 加下滑线 这个就叫做 我们的对象图 什么是对象 我们说对象 是类的实例 对象不是定义 对象 我们这儿的object 是类的一个实例 那么好 这种写法 就表示什么呢 是不是表示一个 匿名类的实例 这个就表示一个 匿名对象 这个类的匿名对象 就好像我们在定义 以前那个什么 匿名内部类 实例化的时候 对不对 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如果你不打算 给他指定一个类的话 没有关系 我就直接输就行了 特别是我们 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就这样就够了 好 那么这就是 我们对象的描述 那么重点就是 它它它三条线 它它它三条线 那么下面我们要 给他传递一个消息 比方说 我们 面包被放入微波炉 被人放入的 我们叫不分 不分析人 这就是它的消息体 放入烤箱 看到没有 这就是它的一个 很简单的 这样一个使用 那么在这个地方 注意一点 这条线 跟我们原来的线 不一样 为什么呢 它的箭头 是个实线 对不对 所以这个实际上 是它的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 大约没有里面的 一个扩展 实际上 我们知道 应该用什么呢 消息传递 是不是应该用圣子 我们把它选成圣子 你看 这是不是就是 实打实的消息传递 跟我们刚刚那条线一样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们再拿我们的 实际图来分析 我们的一些情况 那么 微波炉 比方说 它要自启动 我举个例子 这个地方也是 同理 我们在这里 自己动了之后 要开始 烘烤面包 那么就要给它一个 烘烤 反过来对它 有一个作用力 这个地方 注意啊 当然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觉得 它和它是有一个 返回关系 我们这条线 就应该是 return message了 对不对 一个send message 一个return message 我们在这 action can的里头 动作类型里面 去选一下 叫return 那么如果你的线条 是这样子来画的 如果你的线条 是这样子画的 就表示什么呢 我在这边 会一直等待着 它这个虚线的返回 它们是同步的 明白了 一步的话 我们会怎么画呢 一步的话 大家就直接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